碑里晚報辦公室或碑里頻道的辦公室 前晚被林洪友的事件 大家現在的Youtube有沒有推播和通知 說回林洪友事件 事源發生在前晚零晨12時多 剛剛做完張君澳的直播 很多人都說沒有通知沒有推播 可能就這樣打進來 就算有通知有推播也一樣 很多老友說兩樣都沒有 做完張君澳做完現場直播 在圖中看到肥歷就傳來 就說我們公司門口被林洪友 因為當時都晚了 第二天早上他才回去處理 第二天早上他回去處理時 就已經發現管理公司就為了報警 其實當晚肥歷就下去就叫 都問管理公司什麼事 看見其實是頂尖的 或者是比較新的 他就說11點從頭時都看到了 還以為你們是賭寫東西 這張是肥歷拍的 如果賭寫東西也不會是賭寫成這樣 就是這樣 看見肥歷就以為我們賭寫東西 我這麼厲害這麼搞笑 賭寫東西是這樣的 第二天早上Berry回到去 管理署就已經是報警了 三零CID來 三零CID是一個老一些 兩個年輕人店 我根據Berry的說法 老CID也有看過Berry漫步 另外那兩個年輕人都知道Berry漫步是什麼 就是知道我們做節目的風格 然後又叫水王回來錄口供 循例就去管理署看閉路電視 因為主要他們看 因為管理署我們這裡的新徽商業中心 九點之後他就下閘 那個康間就說在九點三下閘 Berry和水王就在九點鐘走 看不到有可疑人士進來 有三間出入都是這個大廈的租戶 那麼警方就去看 看閉路電視 他就看10點至11點這一刻的閉路電視 他們就說看不到有人出入 在10點至11點 就是這樣 然後問了Berry 你們這陣子有沒有欠人錢 那麼欠人錢就沒有了 我只知道Berry經常拿錢出來 割割割割 不知道是不是人覺得Berry多錢 就在那裡想臨友 想借錢 你說我們欠人錢的機會 就是微乎其美 甚至水王和肥力都不會有 好了 你們這陣子有沒有得罪人 Berry說有沒有得罪人 那麼節目罵人算不算得罪人 如果節目罵人算得罪人 每天都得罪很多人 但是不是得罪到會臨友 那麼你退問得罪得誰最厲害 罵得誰最厲害 Berry就說林鄭月娥 但是斷故不會林鄭月娥 她自己過來臨友 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至於他們有沒有拿走閉路電視 還是怎樣 因為這件事就全部不知道 事情就是這樣 我昨天跟阿珍姐做了真正分析之後 都回到公司 那些人都照上來買東西 多謝她大家 都看到那些紅油 聞到很臭的味道 你要清掉那些油 於是都告訴你 找到姐姐做清潔 這個就是原本臨友 但是做清潔也很難 你會看到裡面 在下面的地毯全部洗不掉 那些油漬 就算昨晚尾他們來到 都還有些油味還挺重的 有些都還沒乾乾 怕黏到鞋底 所以你會說地毯的就麻煩一點 還有你會看到走廊的地下瓷磚的紅油 都不是那麼容易抹到 還有那些褲子裡面的紅油 那怎樣也好 你問我其實我就沒有什麼興趣 就算有人要找人做 也就是給他幾個水 外面的人做 那麼會不會抓到人 那些都完全不是考慮之力 如果有興趣想 就直接講完就已經報警 所以就是你問我 這些叫做明人不做暗示 那麼既然做這些暗示 就是明人就這麼簡單 你也不是光明正大鏡 那我不需要理你 就是最簡單的事 如常做節目我們啤梨頻道 如常營業 平時啤梨11點鐘都會回去 就是這樣